近日,浙江里水新建小学,因为学生表现好,能和校长吃饭一事引发关注。 记者来到该学校探访,只见餐厅里一张特殊的餐桌上整整齐齐地坐着八位学生。 校长刘勇武正在和学生们聊天。 据了解,校长请客吃饭是该学校新推出的一项奖励机制,希望以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,让他们拥有一种荣誉感。 新建小学校长刘勇武称,所谓的优秀并不是单纯地看学生成绩的好坏,而是从得志体美等方方面面出发,可以是在学习上进步明显,也可以是乐于助人,才艺突出等等。 我们所阐述这个优秀,更多的是从我们孩子日常生活,比方说他很乐于,很开心地去做志愿者,服务同学,主动弯腰解垃圾。 第一,出了校门,帮助我们社会上可以帮助的孩子,还有第二个,通过他的努力,他获取了很大的进步。 第三个呢,我们从多元智能发展的角度来讲,他某一方面有专长的,他参加协力比赛,或者去参加社会公益活动,为需要争光的,等等等等。 刘校长告诉记者,以前学校一般在学期结束进行一次评优,再颁奖,这样的评价缺少及时性和过程性,效果欠佳,难以达到鼓励,示范引领的作用。 经过长期观察,他发现,乡镇小学的实际情况是,学生和校长接触的时间不多,学生们则会将接触校长当成一种荣誉。 这种和校长吃饭的方式,除了可以提振学生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之外,还可以倾听学生新生近距离了解学生的需求。 新鲜小学呢,还有一个流涨的东西比较多,我们也想通过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过程当中呢,去聊聊,比方说我们校园七零啊,或者社会方方面面的东西的呢。 网上争问比较大的,就是你人为的搞,这么去搞的搞,全力崇拜,人为的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。 实际上,实际下来啊,我们孩子没有这种想法,我们老师也没有这种想法,因为我们孩子是很单纯的。 可能网上网友的一些评论,他更多是在承认的角度去,去评价这个事情的呢,所以我觉得有争议是正常的,但我们的出发点初衷是好的。